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月份还是亮出红灯 所以就是连续两个月亮了红灯 其实早期我们在看这个灯号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 就蓝灯行 红灯亭 什么意思 这个灯号它其实分成五个等级 景气最热最好的就是红灯 景气最差萧条谷底是蓝灯 我刚才讲的口诀是蓝灯行 比如说蓝灯景气最差的时候 应该要买股票 红灯停 红灯景气很热了 相对股市在高峰的时候 可能你要停看听一下了 不要太冲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景气 当然不要说是好了 不只是好是还蛮热的 再来我们看央行所公告出来的 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那么同样的最新三月份的数据 是来到了2.82兆 那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 创下历史新高 好 所谓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就是在你股票交割账户里面的钱 所以通常它能够代表市场上散户 准备要前进股市的资金 那当然也代表也是股市的热度 所以从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创新高 而且是连续有个创新高 我们也知道资金面也是非常热 最后我们再看第三个指标 这是中央大学公布的 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 创下13个月的高点 那么这个指标里面 它其实又另外包含了六个项目 好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 其中这六个项目当中 上升幅度最多的就是 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半年以后 到底股市的行情好不好 是乐观的预期 还是比较保守的预期 那目前这个对于股票投资时机的信心 是增加最多 而且是创14个月的新高 好 所以我们接连看了三个指标 从基本面的登号 资金面的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到市场信心气氛的 对于股票投资时机来看 全部都是往上 而且创高 所以这边当然市场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 会真正走到 要结束的那一刻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那个巨大的泡沫会破灭 可是我们不断的去检视 客观的分析这些数据 这些指标 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在正确的道路上奔跑 那操作其实有很多 不仅是专业面的问题 甚至它更是可以说是 是情绪管理的问题 是战胜人性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讲这些指标 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要来客观讨论 现在的股市热不热 我没有办法骗你说 一点都不热超安全的 我不可能这样跟你讲 现在的市场的确是热 现在的位阶高不高 我也不可能跟你说 你放心 1万7才刚开始 准备要大涨到2万2万5 我也不可能这样跟你讲 那是维新之论 事实上现在的市场 也的确 它就是历年来的 相对高位阶 但有没有看出任何的危机 反转讯号 坦白说并没有 所以说我们保持专注 也要保持弹性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希望先跟各位叮咛 跟分享的建议是 不要去预设高点 那当然也不要逆势做空 那不要扩大杠杆 那也不要呆住不动 记住了吗 这四件事情都很重要 预设高点你就会觉得 怎么看就是长不下去 那将来比你预设的高点 还要更高的时候 你更是没办法接受 你就没办法再买 那没办法再买 当然就是少赚 那少赚没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不要忘记 今年是通膨在加温 财富在重分配 你不动别人动 你不赚别人赚 你的钱就变少 那更不要逆势做空 现在趋势没有反转 不要自作聪明 那不要扩大杠杆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用自有资金操作就好 这里不是金融海啸后的谷底 你如果真要用倍数杠杆去赚 拜托你在股灾过后 再来用这种所谓的杠杆的方式操作 那当然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不要呆住不动 这个真的是也让人觉得很担忧 因为很多散户都对 这个大多头行情 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以为说反正现在就多头 指数16000 17000这样一直涨 早晚轮到我的股票 那或者是说曾经买了什么股票 也许是最近才买的 也许前两天上礼拜上个月 买完之后涨不动 买完之后跌下去 很多散户就心里想算了 就跟他耗 事实上资金能不能活化 资金能不能有效率 这个真的决定在自己 一念之间的差距 当你下定决心要换股的时候 其实后面很多的风险 就跟你无关了 甚至其实换股也没有什么坏处 当你买到对的股票的时候 也许你的资金反而成长更快 所以今天开场我们先把最近观察的三个讯号指标 以及四个叮铃跟大家做分享 那很快的我就要来跟大家讲讲 包含昨天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动作 那先来看一下2014中宏 那昨天我们虽然没有来上节目 但是事实上我们带家族成员的操作 是依旧不会停止的 所以昨天2014中宏这一波上来 突破了40块 最高来到41.35 那我们先做减码 那中宏呢 是中钢集团的转投资 那当然会跟中钢的业绩股价 有高度的联动 那再加上目前内外销的盘价 都是持续的上涨 而且后续也还会再涨 那么在这个今年它2月份 单月EPS就已经来到0.45元 那如果我们去看去年的财报 其实一整年也才0.37 所以这个就是涨价股的爆发力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赚赢一整年 那预估上半年就有机会达到2块钱 那以上是我们看好的原因 那为什么要先做减码 那我想其实 我们随时都是会有 比较灵活的操作 来因应目前的位阶 整个大盘也好 整个钢铁股也好 那我说了 这里你并不能说它是一个低点 然后刚起涨 所以基本上在相对高位阶的时候 即使看好的产业 我们还是要去思考 是不是应该要适时的高出低进 或者是说减码操作 这就是我的想法 那当然有可能 我们不会卖在最高点 但也没有关系 留一些给别人赚 况且这里是减码 不是出清 重点是当上个礼拜 中红短线拉回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懂得如何去把握 另一次逢低切入的机会 那同样类似的情况 钢铁股2031 星光钢 昨天大涨到接近涨停 来到73块钱 我们也是逢高做减码 好 那减码过后 基本上这一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星光钢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里面 那资料可能没带到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其实它算是非常标准的 多头排列格局 你可以看到 短中长期均线 全部是由上到下排列 那这一次在底部 发动行情的时候 粗跟大量 那上来之后 其实它的军量 是反而慢慢递减 那这个观点 其实我会从 所谓的筹码安定 来做解读 而不是量价背离 请注意 因为很多人看到 所谓的股价上涨 创高 然后成交量 没有跟着同步放大 往往会认为说 这个可能是不是 追价满盘意愿不足 可是你可以看到 星光刚在后面的股价 越涨越轻松 越涨越快 那它不需要带大量 那就表示说 其实有很多 做短的人 也慢慢地离场了 那最近其实反而是 投信很积极地 在做加码布局 那这里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看后市 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 不过冯高来讲 也不建议 这里去做追价 反而可以适时的 采取一点价差的操作 好 那另外还有 我们看到 来这个2609扬明 来扬明这几天 股价连续喷出 包括在礼拜二 昨天是亮灯涨停 这个波段以来 航运股不但是涨不停 而且还动不动就涨停 那昨天是 这个波段以来的 第五根涨停板 那今天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阳明的 股价高点是77.3 那我们来看一下 2603 长龙今天的高点是 80.4 代表说这两家公司的价差 从之前差了十几块钱 到现在大概缩小到 大约三块钱左右 好 那你们记不记得 当长龙股价四十几块 阳明股价在三字头的时候 差了十几块钱的时候 威兰老师就跟各位讲 阳明的股价 会往长龙来做靠近 来做比价 那原因很清楚 因为我光从去年 第四季的表现来看 阳明的获利已经压过长龙了 那今年2021年全年度来看 两家公司目前预估 可能是不相上下 但是当然长龙它是龙头 所以我们给一个产业的 龙头股的本益比 或股价净值比 一定是会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如果说就比价来讲 这差太多 获利差不多股价差十几块钱 所以我说阳明他一定会 往长龙这个目标来做追赶 但先前因为阳明动不动 就被关紧币 关紧币 所以这个买盘的力道会压抑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次 他放出来以后 他就追近了 那因为算是达到了 我们阶段性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让家族成员 在这里顺势把阳明 全部出清入带一趟 那恭喜不管是家族朋友 还是股市权威的观众朋友 威阳老师的粉丝支持者 希望你们这一波阳明 都有大丰收 当初股价杀到32、33的时候 威阳老师告诉大家 一个清楚的结论 就是逢低照买点 那也告诉大家 他就是要来跟长龙比价 那这一波股票大涨上来 几乎1.4倍 不管他是当初从8块9块 还是10块涨上来 那都不重要 即便买在30几块 这一波涨到了70几 短短的时间 就能够实现倍数获利的目标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 来看一下敌人相关的个股 3260威刚 威刚今天早上股票冲高 那其实我们也获利入带了 目前这一波威刚的股价 已经创下多年来的新高 那今天早上能够再突破 主要是受到公告获利的利多 所激励 那威刚自节2月跟3月的 EPS是2.67元 去年第四季一整季是1.41元 所以两个月赚超过三个月 这当然也是涨价股的爆发力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因为这一波我们期待的 其实就是威刚的第一季财报 那你想想看 2月跟3月涨价效应发酵之后 那它已经公告获利了 虽然现在还不是说公告整个第一季 不过其实已经差不多获利都呼之欲出了 而且重点是在2月跟3月 所以因此我觉得第一季财报 这个利多可以说已经反应完毕了 那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低润产业我说过 今年的景气能见度很好 那足迹涨价 这是在长期的趋势方面 但是你千万要记住 我也常说 这个产业其实也适合 稍微适当的配合 看长做短 不要一路死报 那么这会跟所谓的 存货的会计法则也有关 那以后有时间 我会在节目当中 再进一步教学告诉大家 为什么 那至于说 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我们也出清了 所以这两天很忙 陆续都在减码跟卖股票 那这一档个股 我说传长股里面 也不一定都要看原物料而已 高尔夫球干头8938明安 昨天涨停板 今天在大涨9%以上 那我们全部获利入带 这一波完全就是买在低档 起涨点之前 买完之后就开始喷 短时间之内获利达到25% 直接入带为安 那因为我认为 高尔夫球这边来讲话 也是差不多有把 大概第一季财报的利多 已经提早去做反应了 那未来的股价 当然不会看坏 但是我想 我们面对现在 相对的高位阶 那市场呢 不管是基本面 资金面 信息面指标 都偏热状况之下 不管是赚钱的股票 还是赔钱套牢股票 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不能呆住不动 一定要保持 灵活保持弹性 如果你需要团队来协助你 欢迎跟我们做个联络 休息一下 我想再次强调一个观念 你不要说看现在台股这么强 不断的平创新高 也来到17000以上 而且还能够继续往前挺进 挑战18000 重点是回来看看自己的股票 然后想一想 如果这段时间你的股票有跟上涨幅 那不错 表示呢 你选的应该是贴近市场主流股之一 但是主流股有好有坏 缺点就是呢 当大家都关注 大家都跳进来的时候 它比较会有筹码凌乱的问题 所以将来要比的就是 谁卖得高 谁卖得准 谁能够呢 眼明手快 否则当主流股 大家要出场的时候 那不只是主力出 法人出 散户还会互相的踩踏 所以要提醒你 那还有一种情形是 这一波行情 也有很多人说 哎呀大盘涨了17000 怎么我手上的股票 怎么好像在7000点都不会动 那就表示 你的选股 跟现在的产业趋势 是背道而驰的 现在的资金只会挑 产业真正往上的公司 而不是说 指数大涨 所有股票都能涨 绝对不是 所以各位想想 多头时代的时候 如果你的股票都没有涨 还在套牢 那将来有没有可能 如果行情回挡了 这些股票 它会持续在往下破底 这必须要非常慎重的 去思考跟面对 所以我觉得股票 不管赚或赔 重点是你要去研究它 了解它 知道它的未来是如何 那你才有策略 否则每天都只是想说 这一档股票不涨 我该怎么办 这只股票为什么跌 那我还能不能续报 其实很多散户会缺乏资讯 导致无法下决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8086红杰科 这是最近外资投信 都在布局的股票 当资金回流电子 那网通股 又慢慢地开始转强之后 红杰科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 技术面的双脚底型 那它目前因为在5G手机 还有WiFi的一个需求大增之下 整个现在产能全部满载 所以未来到2024年的 这三年多的时间 它每年都要去增加产能扩产 这是长期的利多 那回到比较近期的一个利多来讲 就是因为需求没有办法满足 产能满载 因此6月份开始 它的全部产品线 通通都要涨价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涨价概念股 那我们今天呢 再次买进3042经济 股价直接就供了涨停班 那经济是十英元件的大厂 那我想之前它已经呢 有公告3月份 跟第一季的获利数据了 那第一季近利呢 是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了197% 将近是两倍的增长 那预估今年的经济就是呢 获利倍增 明年呢 还会再大喷发 所以光第一季 就可以赚到2块3以上 那你就知道 今年其实 它绝对有很大的可能性 能够让EPS占上10块钱 那相较于去年大概5块钱 这不就是倍增吗 那明年呢 那个数字说出来会很惊人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几两个股 我用技术面快速来解析一下 3545敦泰 那今天有利多 公告了第一季也公告了三月份 那我们讲重点 三月份呢 单月赚1.99元 果然驱动IC 涨价获利大好 第一季赚了4.24元 去年全年是3.97 一季赚赢全年 好 那关键在于 现在技术面 各位看 月线在这里 最近跌破月线再来到月线上面 那请注意 因为月线现在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接下来明天开始 后天到下礼拜 月线要开始往上扣底高值 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股价没有办法迅速的表态 往上攻击 那胜货又回到月线之下 那随着月线扣底高值 即将开始下弯 这是可能的情况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敦泰现在的月线就是 多空的攻防站 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是上是下 他这两三天内一定要表态 所以在操作上面 同样的就是 你要随时保持灵活 那4919新唐 最近创高之后 怎么连续拉回了两天 那我跟各位说 我们同样用月线角度来看 它月线现在扣底在这里 未来一周扣底在这里 未来两周扣底在这里 未来三周扣底在这里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未来两到三周之内 新唐的月线基本上 都应该是能够维持稳定上扬 不会形成下弯 那上扬的移动平均线 它是有支撑的作用 那为什么最近涨一波之后 拉回 那其实是要来回测月线 做技术面的交代 因为它的月线跟季线 现在开口这么大 这个叫做短线正乖离过大 所以必须透过技术面的 时间波或空间波的休息整理 来化解这个压力 但是趋势没有变 月线绝对还是往上 季线当然也是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那时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个股 也许今天没有办法解析得那么详尽 但是最近的行情 当然在相对高档 变化很快很大 所以有好的团队 来代理操作 能够事半功倍 那基本上 如果你想要跟上权威家族的脚步 今天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立刻来电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